哈喽,我是薛婷六 今天跟你们分享呢 2022年我们最喜欢的十部影片有哪些呢? 首先呢,我在后台已经先选好了 从2022年的1月1号到2022的12月24号 第一名呢,是关于表格 在AI教各位同学可以简单画出表格 那这支影片呢,是在2019年上的 嗯,不是今年的影片哦 有点失望 那再来第二名 第二名也是2019年的 是教各位同学将点阵图变成向量图的方式 那再第三名 这样目前看起来前三名都是2019年的影片哦 第三名呢,是教各位同学使用漸层工具 那第四名呢,终于来到2021年了 这支影片呢,是教各位同学在AI里面如何使用文字工具 也是相当实用的影片哦 那第五名 这部影片更久了 是2018年,这支影片我个人觉得是相当的实用哦 如果你在进行排版的时候 你不想在PS里面先去背的话 在AI里面也可以使用遮瑟片 达到简单的去背效果哦 那,嗯,接下来是第六名吗 2,3,4,5,对,第六名 第六名呢,是2020年的 也是之前的影片 那第七名呢 2018年 哦,更久远了 好像目前还没有出现2022年的影片耶 那这支影片也是很实用的影片哦 那再来第八名 第八名呢,是2020年的 关于在自学AI最常碰到的五个问题 这支影片呢,针对初学者来讲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推荐的哦 如果你是刚开始接触AI的话 这支影片我也是超推你们 一定要去看哦 再来第九名 是关于绘图版十方机的开箱分享 那关于这绘图版呢 个人觉得是蛮入门款 而且高CP值的 如果呢,没有买过任何绘图版 然后你想要买单价比较可爱的话 这一款十方机呢 我也是很推荐哦 再来呢,我们来看到最后一名 第十名 今年2022年 大家喜欢的影片是什么呢 是2019年的穿搭影片 终于在前十名里面 出现了唯一一支关于穿搭的影片 不过呢,我个人有点失望的是 这十名影片竟然没有一支 是今年2022年 我所发布的任何一支影片耶 那关于今年发布的影片 你们有特别喜欢哪一支 你们觉得是遗珠之汉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排行蛮有趣的话 2023年呢,也可以再来一次哦 对了,因为我还在感冒中 现在比赛有点严重 我会之后再拍一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确诊的事情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 喜欢影片看,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拜拜 拜拜